大家好,我是老何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德皮的那些事 上一期我们说到了这八个玻璃皮的德皮 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大家看看这十二罐一大罐里头 有多少真真假假 我来跟大家一一道来 百地王,毕特伯格旗下的一个品牌 这两年有赶超伯龙的趋势 口感各个方面都跟伯龙很接近 但是价格却比伯龙要便宜的将近20块钱一箱 所以说还是很不错的 我基本上也是 如果这个喝腻了换这个 这个喝腻了换这个,两个来回换 作为口粮啤酒不错 这个爱事宝 悲催的一个品牌,曾经的瓦伦丁 后来来到中国以后发现瓦伦丁被它给注册了 也就是我们这个瓦伦丁三个字被注册了 所以没办法,它只能改成了爱事宝 那你以为你现在手里头拿的爱事宝就是德国的瓦伦丁吗 错了 这两个现在是属于一家品牌公司的 那谁才是真正的瓦伦丁呢 迫不得已 所以爱事宝又注册了一个叫什么丝的一个品牌 所以这两个也是妥妥的 我们的 5.0 奥林克旗下的一个品牌 酒 好不好喝先搁一遍 据说是针对咱们的年轻人打造的一个品牌 真是不好喝 奥林格的亲儿子 那这个斯坦根就可以叫做奥林格的干儿子了 在我看来这个干儿子比这亲儿子还要好喝 凯撒 我之前说过 这个是凯撒顿 还有什么凯撒精亮 凯撒教长等等 只要是凯撒后面加了后缀的 妥妥的 也是特供的 这个啤酒挺有来头的 应该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得啤之一 而且这两年的价格 一直保持在十块钱以上 所以说有这个价格 我喝这一堆不好吗 我还得选他呀 想不通 这个得罐1689 妥妥的中国风 特别是当你看过 超时货架上摆的那个礼盒 十罐装也好 八罐装也好 那个礼盒以后 你就深信不已 绝对的专攻 这个雪夫也挺有意思 经历过幻名的风波以后 被人巴的说是假羊鬼子啊 等等等等的 无从考证 但是不得不说 这半拿里头啊 刨出这个百利王以外 数他的最好喝 感兴趣 可以尝一尝 真的不会让你失误 这个在德皮里头为数不多的采用品托为单位的也就是568毫升的容量 还特意标出来了 加了13.5% 而且看到了吗 显著的黑红黄德国国旗的颜色 妥妥的就让你认为它是德皮 但是我想告诉你 也是我们的定制产品 法兰奥德 怎么说呢 因为费尔德堡被中良给代理了 所以说呢 那他就只能用这个低端的法兰奥德进到市场上来了 不怎么好喝 冰里 这个也是才出现在市场上的一块啤酒 不好喝 价格还不便宜 施瓦本 施瓦本呢 本身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名 叫施瓦本 而且我们也很少见到采用地名 作为品牌的标注的是什么丁科拉克斯 自认啤酒厂量造的 好了 这就是12罐一拉罐的德皮 不知道您看完这两期视频以后 是不是感觉又可以少交很多智商税啊 下一期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汇总 用文字版的形式 把这些啤酒做一个分类说明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